有网友在韩国夜店偶遇黄子涛带着徐一扬去蹦迪,并且用大屏表白徐一扬,在内于对于恋情目不作声,在国外大声表白,主打一个会安慰粉丝。 当初,黄子涛心识淡淡地说,有了恋情一定会公开告诉粉丝的,后来遇到了徐一扬,两人在综艺上打情骂俏,用情侣名,带情侣戒指,对于恋情传闻,黄子涛一律否认,并且质问粉丝,直到两人被派到见家长,黄子涛虽然不再否认,但也不承认,向粉丝解释,不公开是为了不给粉丝添堵,双方粉丝都看不上对方,公开了,不是又得撕,黄子涛还真贴心呀,虽然不公开,但是带着女朋友上综艺,秀恩爱, 这时候就完全不考虑粉丝了,